还有是全新的一天 那今天我们要去的就是香港咯 深圳北站 今天我们要去香港 全新的交通工具进香港 就是火车 对 坐高铁进香港 火车 火车 啥的你 好像从这里进去 才18分钟就到香港了 应该是最快的一个交通机 激动得很 开不开心 傻的 我们提前了两天在12306上 才订到一个11点50多的 而我们现在才多少 9点50几 要等两个小时 可见大家对于坐火车进香港这个事情 确实很积极 我们今天就是坐这个5631 然后去香港 看一下这个人 全是去香港西九龙的 这么多人 我们是三车 哇 它这个座位感觉就不一样了 走啊 12号 12排 现在上车了 这个座椅和不同的也不一样 对吧 对 它还做了一个橙色的 橙色的座椅 好好看哦 这个下面的储店座就是一个是大陆这种 一个是香港这种 欢迎迎迎来高速店路前往香港西九龙 这个是四十 6分钟 我们就已经到达西九龙站了 到了到了到了 我现在在Hop Car 我过关 上电梯这里就有一个扫码健康通报 填你的健康信息这些杂铁杂巴的 但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有一个免费的WiFi可以填 然后填完以后会有一个二维码 他居然不查我 现在去进入香港的通道 你这不最动呢 高铁它票价是75块钱一张票 好贵啊 其实 而且说是可以坐18分钟 其实只坐了16分钟就到了 而且它还有一等座 一等座是120 那个更疯狂 这个绝对是国内最贵最贵的火车票了 我觉得这个定价的话 应该是香港这边订的吧 75 坐16分钟就火车动车 入境了现在还有一道站 租火车站 不知道什么站 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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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找不到方向 这边是进站坐车的通道 我们现在到了火车站的最顶层 前面那里应该是出去的 西九龙 西九龙火车站 香港这个西九龙站和大陆的火车站结构是感觉很不一样 有点不习惯 对 有点不习惯 不知道哪里出去哪里进去 他亢奋完了 来个香港他亢奋完了 现在我们就正式他上香港的土地 我们现在已经从火车站出来了 科室电站